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问讯 历尽师长问讯 更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信佛学法尽身 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请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发喜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深深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我们上个礼拜 指出来 这个观音菩萨呢 就像因以合身来度合身 这种状态之下呢 也就是说 当自己有烦恼 我们用智慧来对峙 当下我们就是如同 释迦牟尼佛的千百亿化身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身当作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它就相当于说 智慧在运用 而面对不同的情况之下呢 而就采用了这样的对众身或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样来处理 而把这个烦恼 不再被这个烦恼所困扰 所以今天再继续谈 身是指我们遇到境界来临的时候 能够用菩萨的慈悲跟智慧 使自己呢 处理了这样的苦难 所以我们就是具有这样的身 就是呢 硬了 万变 而不变了 而不变就是呢 不会把烦恼当作真实存在 然后自己就树白旗 就什么 没办法了 而不是哦 我们就如同像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 对不对 我们自己也一样对自己要有求必应啊 烦恼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面倒 就是要真的要受这些虚妄的辛苦吗 没有 所以我们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智慧 使自己能够处理这样的苦难 所以这样的智慧呢 就让我们能够产生觉醒的力量 觉醒的意思说 我还要继续让自己在焚恼当中一直沉沦吗 我可以对自己这样子吗 不行 所以叫觉醒 那你觉醒呢 也确实有力量帮助自己呢 那时候的智慧就迸发出来 而知道事情怎么处理了 那这样子就是在说明菩萨的妙智力 当下有些是我们自己的智慧 但是你现在面对观世音菩萨 所以说这样就对菩萨的感应了 但佛法讲的感应不是来求神万谱 而获得所求的哦 佛法讲的智慧是什么呢 真正的修行 是有真实的智慧 度自己 度他人 种种的生死 所谓的生死不是指你这期的生命以后 不见了 而再去轮回 而生死就是当下我们的念头 念头的生 念头的灭 而在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当下 你把它当作实际存在 所以这样就生起欢喜或痛苦 然后欢喜痛苦不见了 叫做说灭了或死了 但是又另外一个 让你产生烦恼的这些念想又生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生生死死 指我们的念头 不是在你身体不存在了 死掉了才叫生死 而佛法呢 就是能够呢 让我们本有的智慧 能够适时的 产生他的作用 做什么 度苦 所以心经讲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 这里的智慧 就是呢 能够度呢 就是超度 不陷在烦恼里面 就叫超度 而不陷在里面超度 更进一步 能够真实受用 生命的和谐安稳 所以 我们 把我们真实的智慧呢 能够超度自己 跟他人 种种念想的生生灭灭 而带来的苦 到哪里的心中的恼火 而用智慧 就能够超度了 所以 古鲁师傅说呀 我们 不要错把 观生意菩萨 当作 妈祖婆 一般的道教 里面的观念 他不仅是 妈祖婆 他可以释见 妈祖婆 可以释见 33种 硬化身 因以和身 来度众身 他就会 视线 那样的身 所以这个身是什么 智慧 的种种 妙用的集合 叫做 神 所以 古鲁师傅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佛弟子 要清楚 佛法 跟世间的神妙神道 在礼拜 禁仰上 的差异 也就是不一样的 而 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不是 被 主宰于 这个神 而佛教的菩萨呢 是让我们生起 效仿的心 而来学菩萨的什么 慈悲 跟智慧 那么 这就是佛教 跟世间的 神教 不一样的地方 或神道 你清楚了 你才不会 枉费 你是作为一位佛弟子 说这样的一个抉择 也是智慧耶 在运用 不是迷迷糊糊的 有什么就是什么 神通感应啊 快速的让我的难消除啊 然后我得到了福报 我需要的 我马上就能够感应了 这不是佛法 这是世间一般的 比如说神道来说吧 那这里谈到 观音的灵感 是当你在昏尘颠倒 乃至于痴的时候 突然 一念相应到 佛菩萨的清净慧 而使得自己放下的执着 放下的分别 放下的计较 那就是像当禅宗说的一句话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可以如此 来这样说明 所以观音的灵感 觉得你认为是他力 而他力让你在昏尘 就是脑筋不清楚 颠倒了 就是认为有实际可恶的对方 还有实际的我的存在 这叫颠倒 那这样的颠倒呢 就会愚弄 而让我们痴心梦想说 我可以得到什么 或我可以确实去除 抱负的什么 而当我们这种状况 刚好相应到观音菩萨的智慧跟慈悲 可以叫做灵感 那时候呢 就是呢 自力他力 互相结合 那一刹那 我们相应到佛菩萨的清静慧 而让我们的颠倒 让我们的鱼痴 能够呢 不再困住自己 而叫做放下的执着 放下的分别 放下的计较 所以代表什么 人人如果是真实的有一个无名存在呀 那你这时候怎么会 突然一念的相应 就可以放下 你牢固的执着呢 而来说烦恼也是空性 所以陈宗才说 放下土刀 立地就是 你本来就是佛 你这时候肯 成当了 可能真正的往成佛的道路 真实的发起菩提心 来利益众生了 那 再说到这里 果鲁师傅为什么举出 法画经 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 有32种硬化身 或者说叫有33种硬化身 而来说这个身是智慧呢 我们本有的智慧 现在 你感受不到它的功能 所以 我们借助着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代表它无尽的慈悲 跟了 无尽的智慧 而来开发 自己的智慧 跟慈悲 所以师父说到 如果你只是等着神或佛 也就是一般的宗教认为叫神 佛教徒我们会说佛 好吧 不管是佛教徒或其他的信徒呢 他们等着神跟佛现身来度我们 那师父告诉我们 你看到的不是神佛 往往都是什么 妖魔鬼怪 可以如此来说明 因为相应到你有所求的心 你那个心有所求是什么 是什么 忘心的 是一种贪婪要求得的心 为什么你想 让神佛 来满足你的无底的欲望 那这样满足了以后 你可以感受见到殊胜的感应 因此你对这些呢 不是神佛 是妖魔鬼怪 你竟是无体 投地的礼拜 当你心中无所求 而是以真心或清净心 是感受佛菩萨的伟大 在于对众生的慈悲的行为 而慈悲的行为就是智慧引导我们 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来宅做无体投地的跪拜 所以是放下的贪求 倘若 你心中有欲念 而来追求 追逐佛菩萨给你的孝赞免难 那师父说 那师父说啊 这些你感应到的 大都是妖魔鬼怪 不是一般宗教的神或佛教徒讲的佛 所以我们反观世间 一切这些宗教行为 我们也要所明白 是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古罗师父提到 一些明俗的宫庙 多少人不了解就去拜 那所谓的灵感 就是满足无止境的贪求心 不是帮助我们出离生死 或可以出离苦恼 而这样子去做错误的行为 导致什么 快速下地狱 这些感应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魔所产生的 你的心魔一起 也就是欲念 有所求的心 有一个真实的我要得到什么样的 这个功德或成就 这时候外魔才有机可称 然后外魔跟你的心魔才会相应 我得到了什么的 或是我有什么神异的特异功能能力了 佛教就讲神通 这些都不是佛法 而主要在你的贪求的心 这时候叫心魔了 才会让外魔有机会 进入到你的心 这里讲的叫做相应 觉得我了不起了 我有种种的广大神力了 我可以帮助众生了 那众生就一定会对我什么样 非常的恭敬 实施给我最大的供养 不管是钱财 不管是做我的弟子 做我办任何的事情 他都可以随心所欲 以为就是这样了 这都是错误了 所以要小心 要佛法 给我们正确的一种抉择 什么是对我们众生有帮助 能够出离生死苦海的 不再去造作生死轮回的夜阴 这才是我们要亲近的法 才是对我们世间有所帮助的 而不是求一时的快速的消灾免难 那你这样那个有所求心的心魔 就很容易一些 鬼魅痴魅亡良的这些的鬼神 就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以前我们在玉佛寺 看到好几个 好像是疯疯癫癫的 突然就到我们的大殿 在那边跳啊叫啊喊啊 大家都很害怕 而且看起来身 身材也蛮壮硕、魁梧的 我们都是女众 比较难应付 但是你的心安定 所散发出那种威慑力 在她的面前 她会 还是会安静下来 还是会听你的话呢 坐下来然后离开 当然我们也有请警察 但警察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的慌乱只会让她更不安 更躁动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刚好我一个女众在啊 我也不想要伤害她 那我心里想我跟她无冤无仇 然后只能用安稳的身心 叫她静下来 果然你心安定 这些很迷乱的很躁动的状况 也会跟着安定下来 所以才知道说什么叫慈悲啊 不是想说她好可怕 她就该死 她就该怎么样不要这么想 她一时之间 什么样的状况 而导致她有这样的行为 你不要认定她就是最不好的 你心里的不好 所散发出那种负能量啊 在科学家一照啊 都是黑色的光 往你的身体四处的放 而这样的负能量 以这样一个对方就已经身心不安稳的人 又接收到你这些 传达的这个物理啊 就有那个波段 她就接收到了 她就觉得很不好 那不好就把她呢 外来的这些的鬼魔啊 就让她怎么样 更什么 更恐怖的这个行为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大家都读过 说这个提波达多啊 就佛陀的堂地 他要伤害佛 而叫呢信徒呢 将一一头 这个大象 把他灌醉了 然后让他呢 在佛陀呢起波的途中呢 放了好几批的罪像 而呢奔向佛陀 想要杀害佛陀 但佛陀一知道的 这些罪像 靠近来的时候 佛陀没有躲闪 而是以慈悲的三昧 而让罪像呢 能够呢 跪拜下来 不再怎么样 莽充鲁壮的 而就沉浸下来 这也在说明我们本有的智慧 在处理的事情 之前首先重要心不要乱 要安定下来 然后以你安稳的身心 就能够折服 这些呢 不安的 或是有暴力倾向 这些人呢 就能够呢 让他们能够 慢慢的安静下来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跟着 慌啊乱啊 都没有用的 你越慌越叫越乱 就刚好跟他相应在一起 那就是真会产生 危险的事情来了 说在这里 这段话的用意是什么 要把我们本有的智慧 藉由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教化的 这个恩德所展现的慈悲智慧 让我们升起说 也要这么去做 才能够真实的帮助到自己 如果你很慌乱的时候 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你也没办法念出来 没办法感受得到 那也就是要平常 多用功做这样的定课 而最稳当的就是要自立自救 而在修行上真实的 把身心能够随时收摄 安定清除 这时候就能够智慧 产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就谈到身 所以我昨天在上课也讲 什么叫身你看 什么叫智慧的 一种运用的 就像我们本来是少女 我们身为小姐 在工作上面 面对各种的事物 你处理得很好 当你嫁了人了 为人妻子了 为儿女的母亲了 这时候 你展现了这个身 你就要呢 转化自己的观念 由小姐要变成妈妈的时候 该要担负起的责任 乃至你还要懂得观察孩子们 学习过程的困难 还有怎么帮助她的 这一切都是智慧 都叫生啊 你现在是妈妈神 由少女神变成妈妈神 那你变成妈妈神的时候 永远都是这样嘛 还没有 你要面对公婆 你要面对 周里 你要面对你的先生 还要面对你公司的这些的同仁 你看你的身有多少的不同啊 同样的身体不是生变化了 是代表你的智慧 事实的转化 而能够应对到什么状况下 你要适当的身份 去面对 而能够处理的非常好 你不仅仅从妈妈神 你还变成了老妈妈的神 所以一切的变化 我们都要明白 而且是很欢喜的接受 而不因为变成了老妈妈的神了 奶奶的神了 你就唾弃了 而每一样的身份 都在智慧的表达 哪一个不好呢 都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呢 古鲁师傅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明白佛法里面讲 深刻的内涵 如果你把千百亿化身 按照文字来解释的话 是相当可怕的 我说 哇 刚才我讲 你从少女生变妈妈生 然后好像这有生一变 好像有变魔术那一般的 或是在表演魔术那一样的 当作真实的 不是啊 这里呢 是指智慧的妙用 来对峙种种的烦恼 而且这样的身 不仅说是致烦恼喔 也成就了 其他的因缘 什么叫成就其他的因缘 你肚子饿了 你知道会拿东西吃 其实这就是我们智慧没有用喔 而且你这个什么 一点都不难 所以重点举这个例子要说什么 不难 才叫智慧 是啊 那常常讲说 那怎么办啊 这个都做不好 那么难做 但是你还是做好了 只不过程之间有一个小插曲 让你起心动念了 哎呀真累啊 你要是说不累不难 你智慧用的恰恰好 那个恰恰好 勇家大师在说啊 用时呢 这个心啊 就是恰恰无啊 因为没有困难啊 那无的时候呢 他叫恰恰用 因为的智慧在用 没有一个困难说 这个人我对他 这么好 帮助他这么多 怎么对我一点 都没有一种恭敬心 感恩心 欢喜心啊 你看 扎实对你就难了 对不对 因为你等着他回馈给你 回报给你啊 那这样就不叫智慧了 说真的师父这句话讲得真好 不难才叫智慧 没有任何的挂碍 没有任何的执着 那举处说 每天都会吃饭 每天都吃东西 但大部分不贪着 偶尔会有啦 说哎呀法师 我们去打打牙记啊 啊 记一下五张六福啊 等等啊 那累了我们会早长的睡觉 站久 知道找椅子坐 坐久了会起来伸伸腿 这通通是我们的智慧在产生 妙的 很微妙的作用啊 所以我们光是在文字就 有一种差别的对待 佛菩萨那个才叫妙用耶 那我们怎么试呢 你看一开始你就用错心了 你有个所比较的心 那叫佛菩萨 我叫烦恼的凡夫 所以我不是妙用 结果呢 古独师父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法而如是啊 这是佛陀所亲口宣说的 每一位都具足了 像如来就是佛 如来就是指法的真实的 这个意涵 如他的因缘何何就会献来这个法呀 每一位众生都具足了 如来的智慧的德相或德用或叫妙用 这是佛说的呀 不是果如师父瞎掰的啊 那既然我们具足的佛性 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我们的佛性或叫清净心 所呢 显发出的这些妙用 该要吃饭饿的时候 困了该睡了 身体什么状况 你都会适当的对应 那怎么不是妙用呢 何况 你在跟人家面对 在说话 或是自己处理事情 或看待这个世间 这一切啊 万物啊 你都能够呢 明白于心 虽然不能够究竟 但至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从小就训练 要求学 要去呢 学习知识 明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才不会那么恐慌 那你为什么学得来 就是你朋友的智慧啊 才能够去学啊 才能够分析啊 才能够去做推理啊 才能够意识记忆啊 都是智慧妙用 那这样的智慧妙用 就要相应到 佛陀所讲 也是六祖大师上讲的 每一个人都有三身 法身 报身 今天讲到这个单元 叫做什么 千硬化身 也就是千百亿化身 而千百亿化身就是什么 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妙用 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说 英语和身的度和身 难道你不是吗 你也是啊 你现在英语女儿的身 面对妈妈 你现在应该 英语呢 出家身来面对信众 或者信众来呢 是一个小菩萨 那你就会视线小菩萨的身 跟他来做互动 像今天我们来一个藏传 从德国来的一位 比丘尼 我们就以这样的欢喜心 一样是出家众 来欢迎他 来接待他 这就是什么 千百亿化身 也就是人人本有的智慧 在产生妙用了 然后 这个千百亿化身 师父有举例 我们平常 自己就是这么经历的 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明白 他说啊 类的时候是一个像 我们心里知道 这个类像 如何去对峙 对不对 那就叫化身了 所以你不要把事情 原原本本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的展现 但是我们不从这个角度 也就是不从自己的亲信心 来看待 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然后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劳累 因为你把它当做很严重 很可怕 说我做不到的 那不是我的境界 那非我凡夫所能的 这时候你的妙用化身就没有产生了 所以说 因以什么身来对峙这样的身 那就叫做观世音菩萨献出来 那你觉得观世音菩萨献出来 是什么 就是你的智慧 所产生的千百亿化身的 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我记得 家师上过下路 师父常跟我们说 我们都很会读心经 对不对 啊 观自在菩萨呀 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 而照见五蕴皆空 而度一切苦恶 师父说呀 观自在菩萨 就咱们每个人自己的 一份这个功德的显现 你不是去往外求这个观世音菩萨 所以来做到观自在 观自在就是我们的化身 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妙用 所以让自己没 实时处于像悠游自在 没有困难的 就是智慧呀 所以你自己就是观自在菩萨 为什么 你实时能够自在 因为行生般若波罗蜜 在智慧的照见 所有五蕴 包括身心的五蕴 广义的 外在的三个大地 都叫五蕴 都是空极的 没有什么贪恋执着 而来分辨 一切的差别存在 没有 才叫度一切苦恶啊 叫超度苦恶了 超度烦恼了 超度恼火等等一切了 这前面都说过了 你看师父说了 又再回来提醒我们 可别忘了 你就是观自在菩萨 你就是本身具足了千百亿化身 而这个千百亿化身就是 你本有的智慧的种种妙用 六足大师跟我们讲 人人都有一体三身 为什么要讲一体啊 法身本来就无形无相的极灭 而因为法身的极灭 才有爆身 才有硬化身 所以这个三身都叫一体 都是信空的 说你不要认我有个什么我智慧在用 了不起啊 你要来恭敬我 你要来感恩我 你要来供养我 没有哦 错误哦 所以师父又把佛法很平实 尤其禅宗 不搞神弄怪 你看这句话 不要把经典看得不可思议 因为那个就是本来你生命 所寒藏的佛性里面的种种的功德 所以自己也悟得不可思议 以为越困难就越有修行 你看看这都是错误了 所以偏要去找一些困难的来修 找一些苦来吃 说这样叫做有道心 这都不是正确的佛法 因为在起很大的分别了 说这样的修苦恨的 我们才去恭敬他 那那些没有修苦恨的出家人 就让他们饿死了吗 你说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存在啊 哦 这要有修行的 我们才去亲敬他 那那个现出家乡的 我们就不理他 如果世间的人都这么做 那这些出家人怎么用工办到啊 他是从事精神方面的生产 而不像一般居士的做这方面 经济种种一方面的 不同方面的这样一个生产 是不同的层面 但是法师是需要在家居士的护持 在他的饮食医药衣服等等 所有一切的供养 他才能够安心的用工办到 但是你错误的认知 说这个修苦恨的 有神通的 是所谓的高僧的 才是值得我们要去亲近他 而对他们来供养 那其他的出家人 无人供养 难道他们修行道路走不下去 就要还俗了吗 所以家居士教我们 只要他现出家乡 你就要打自内心里头去祝福 欢喜的心 说佛法由人来哄 有现出家乡 总有机会让佛法能够涌传世间 而抱着这份的心 而感恩说佛法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因为有这些出家乡 在担负起这样传法的一个重责 所以不管他是真和尚假和尚 只要他现出出家乡 你就应该以欢喜感恩的心去护持 而不是在那边对立的分别 所以师父说 相当这些状况的偏颇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才要说出来 点出错误的地方 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迷惘 而造了生死的业 由自己的承担 而佛法就是让我们觉醒觉知 一切法为何平等 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缘起缘灭 都是如来 如他的因缘 就会陷起这样的果报 而这样的果报 也是刹那刹那变化 没有真实的不变 所以呢 这里又来说明 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而产生的执着 古罗师父就举出了 佛法本来很是自在 的一个寓意 一个寒残的内寒 而寓呢 就是借着 所有一切法 都是因缘生因缘灭 这样的一个显示 这样深刻的意涵 结果我们都不是这么看 都是看什么 哇 要我的生命啊 透过养生的 都很有 纪律的生活作息 而且呢 我也保持了这样的一个 运动的整种一切 甚至我也去冥想啊 打坐等等 我应该 我可以掌握我的健康嘛 那健康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活得久久长长的 很多人是不是这样 说这些行销的 养生的 再怎么贵的这些东西 现在甚至有什么 干细胞的这个培养啊 再大的疾病 这些细胞都可以修复 都可以做这复制同样一个 让你的人呢 把器官移植给你等等一切 我们都是在追逐这些东西 而没有感受到在追逐的当下 你的心灵是多么的空虚 多么的不安 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平静安稳下来 总是要觉得说 借着自己的财力 而可以获得所谓的永生 而佛法的寓意 就在一切你看到的这些现象 都是刹那刹那 不断的在变化为坏为空为无 而这个意涵寓意更深刻是要你把握住 刹那刹那变化之间 暂时你还能够使用你这个夜暴声 而说走到公司上班 就是不是走到了 能够呢你要去上班 你要去听课 你要去做任何事情 而藉由这个假声你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个无常变化当中 你才会更加的珍惜 而不会说哇这么可怕 一直在变化到不见了没有了 而佛法的没有又被你误解为断灭的 叫做虚无的 而他实际是变化成另外一个法 只是你肉眼看不到 但是当你的心灵非常的沉浸的时候 就可以确实明白 这个因缘所生法的不可思议 所以这里谈到一个寓意 也说一执着了我们的心 产生的执着就掉进去了 掉进去什么 有实际的好啊 实际的灾难啊 实际的什么状况 所以师父就举出啊 这个这样那个寓意啊 而来说明佛法本来是很自在很轻松很自由 结果我们不这么样去运用我们的智慧的觉知 而来面对一切 反而变成什么 好多好多的苦啊 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这里就是看到六指大师说 若不思万法 性本如空啊 只要你一念思量 也就是在分别计较的时候呢 名为什么 变化哦 法的当下本身做不断的变化 而你自己呢 一思量分别 这个我要的 这个我讨厌的 当下也是在变化 但是你变化什么 变成毒龙 毒蛇 猛兽 而这样的可怕去伤害世间的一切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什么 也是浦门瓶 或是大杯颤的时候 有没有 刀山啊 热汤啊 还有种种的一切啊 你指的那些东西就指你的 那种春火像那个热汤啊 像你常常用画来伤人 就像那个刀剑啊 的意思哦 所以你看师父怎么讲 如果你不掉落在分别对待 一切法 本质空极啊 这样空极状态 法就是什么 一真法界 这个真就是指空性 一切法都是极灭的 所以叫做法界 法界里面有 界就是很多的范畴不一样的 有什么 有人啊 有地狱啊 有恶鬼啊 有畜生啊 有修这个天道的啊 修行更上一层 就在色界还有无色界 你看 就是这个界 各个的范畴不一样 但统称都叫法 所以叫做法界 而这样的法界 真实的性质是什么 是真如的 真如就是一切法极灭 没有真实一个主体可得 那这样的真如 我们就给个名称叫一真法界 那你这个一 认为有个一存在吗 一是相应到真如 也是极灭性空的 所以一切诸法本质空极 就是一真法界 或叫做十相 也是什么 观自在师父这里所说明的 非常精彩啊 非常透彻 这样的法本是空极 叫做一真法界 也像十相 也称观自在 也称释迦摩尼佛 总之 你要怎么称呼都可以 乃至是普贤境界 文书境界 弥勒境界皆可 但是你的心相应到无明 无明就智慧不用了 变成什么 掉入到万法 万法说 哇 刘姥姥进入大观园 好美的景致哦 就真实的花 存在我好喜欢哦 哎呦真实的流水亭格 那么的庄严 如果我有的多好 这叫什么 掉入到万法里面 把这些当作实有的境界 为什么 因为有个我要他 唯我使用 唯我拥有 那就是什么 掉入到万法 这叫做一念思量 马上产生变化 不论好坏 都是变化 那你这个变化 接着六祖大师就说到 你思量二世化为地狱 你变化是思量善事化为天堂 如果你思量这个毒害啊 就化为龙或化为蛇 因为龙跟蛇的长相很类似 所以把龙归成龙跟蛇 而代表毒害你的心啊 多可怕呀 那如果你一念思量慈悲 化为菩萨了 那如果你能够在一心念 化为智慧的这样作用 那化为上界 什么叫上界 在生命的这个 以欲界就有六道 有三恶道属于下界 三的善道属于上界 所以这里说 智慧啊 那一念你的思量啊 是智慧相应的化为上界 那你一念思量的愚痴化为下方 所以你来看自性就是空性 无自性就是这个自性里面的意涵 也就是简而言之叫做空性 所以空性你看 你一念思量好的就这样状况 思量到不好的恶事就变成那样 说这个有没有真实的一个存在的这个自性 没有才叫做无自性 唯其自性 而就是空性 所以你看 你那个变化多大你看 所以变化是中性词喔 它没有好坏喔 你变化呢 往善的方面就变成菩萨 就变成上界 那如果你思量到 这个 种种的自己的愚痴啊 或自己的这个贪婪或毒害啊 哇就变成龙蛇了 就变成地狱了等等一切了 所以六祖大师说 自性变化甚多你看 就因为自性空极 才有种种的变化 成万法万象的你看看 如果要不是自性空的 你怎么变化的来呢 因为实际存在了嘛 还有什么变化 那个东西就永远存在 它有什么变化出来呢 所以佛法讲的诸行无常 诸我诸法无我 就是不断的在变化 是多么有什么 身皆盎然蓬勃啊 而不是死尘死疾啊 就像那个佛法在讲 这样一个空性 让你不任何的注着 所以要你去观看这个法 其中一个流水 是不是水一直在流动 都没有注着 在上头 所以你不要做那一滩死水 而是要什么 活动的 流动的 不注着在任何一个地方 注着任何一个像 好啊 坏啊 喜欢啊 讨厌啊 苦啊 乐啊 不注着 因为它本来的实相 就是无相 既然是无的东西 请问 如何注着呢 所以六祖大师谈到 自信变化甚多 迷人不能醒觉 所以导致什么 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啊 所以你读到这里就要知道 我的念念 有没有起这个恶啊 为什么会有恶呢 因为有我 就要实际存在 所以你要巩固这个我 你要保护它 不容许任何伤害 那以此又衍生出去哦 我所拥有的东西 你也不能够破坏 我的名声 你怎么可以骂我 然后我的财产 我的家人 我的信众 我的寺 我的国家 等等这一切 统称为我所 都是实际存在 问题就来了 这就是恶了 为什么会有恶呢 你侵犯到他 让他受损了 这时候你就有恶心 产生要做什么 不择手段 去破坏 去报复 所以你念念起恶啊 怨迷了 所以就导致你的行为 去照做杀人放佛 偷盗邪淫妄于两舌恶口 其余心中充满的贪嗔痴 那你的恶心一做了 就是什么 罪业成立了 罪业成立就要去承受什么 苦果霸 所以苦果霸就到哪里 恶道去了 三恶道去了 地狱恶鬼畜生 就是你要 到轮回的地方了 那佛法告诉我们的自信是空气 所以你能够怎么样 回一念善 回就是佛法常讲的 你要 你要 反观 或叫 回光 反照 或叫 反文 或反观 文字性 就这里六祖大师 回 那一念 往善的 去 去 让它 产生出来 那一念善 就是代表 你的智慧 当下就 产生 出来这个作用 所以 六祖大师来说明 叫做自信的化身佛 不管你有种种的变化 而这里的化身就是智慧 种种的妙功能或妙作用 也 它的自信也是什么 即灭的 空性的 所以 师父在针对六祖大师这一段 来做说明 科技产物 都是千百亿化身 不错吧 嗯 这样的说明 我觉得很中肯 那 利用智慧 将本来有限的因缘 转化成更宽广无限 那就是什么 科技的 让我们的生活种种更便利啊 你还没回到家 就有遥控器 把冷气开了 灯光开了 我的那个什么 微波炉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事先放好 欸 启动了 甚至我要呢 要听哪一段音乐 欸 设定好 等我回去 它就启动了 你现在看看你的车子 不要你去停车 都有这些3C智慧的 把你都弄好 这都是小case 甚至现在那个叫什么 那一个马克思 是不是 诶 他已经要再 再过几年 就要那个发售 那个叫什么 猫女 就是机器人 做为女性的 无所不能 他没有劳累的问题 他只要充电 做不完的家事 还有种种的 可以当保姆 甚至也可以 帮你生儿育女 厉害吧 他只要一万二 欸 不是一万 两万的美金 在多少年 在30年之后 可残难有多少 那现在你要去预定 那很多人在想 糟糕 那女性就完了 他说你放心 既然有猫女 就有狗男 这是我说的啦 就有男性的服务 这个机器人服务女众 所以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 智慧的妙用 面对你生活的困难 哇 那个老妈子 腰弯不下去捡东西 一弯腰就闪了 就要贴好久的膏药 然后不良于行 然后不良于行 不打捡心力 还有很多愿望 嫁你这么久 就一个黄脸婆 如非用的还不如 我这个抬勇 要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身体的变化 生老病死苦 你不能够坦然的接受 导致你心里更多的埋怨 更多的不满 那你的生活 是不是更糟糕 哪来的生活情趣啊 都是对骂的 没有一个好脸色 没有一个好语气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头 我觉得很新鲜 所以现在都是科技啊 人说难听要被淘汰了 是吗 我师父讲一句话很精彩 生命振奋的 证悟啊 你那些AI多厉害的啊 或是很先进的机器人 通通干不到的 他能够这样生命的证悟 是啥东西啊 他说这个猫女是有感情的 可以跟你谈情说爱的 可以做种种的一切哦 可以做种种的一切哦 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 西记这些情感 而是情感当你明白 在生华了以后 而面对无尽众生的 那一份的大慈大悲的爱 才是生命真正的落实 为什么 没有你我了 没有国际性了 没有种族了 多么宽广啊 那才叫我们的心啊 才叫我们的佛性 才是我们的真心 才叫我们的清净心 说你怕什么 没什么好怕 你真正的佛性是无可替代 为什么本来就是极灭的 有什么替代 跟不替代的 这样的一个差别存在呢 所以刚才讲智慧里头 就是智慧这本字典里头 没有困难 就怕你不用你的智慧 变成无名啊 所以师父说你哎呀 说得真好啊 利用智慧将本来的有限因缘 转化成更宽广的无限 不是吗 我们在学习东西不一样 我菩萨就说 法师法师你教我花骨 这个就是平常你听音律的 那个节奏的就像tempo一样 你心中是自然的明白这些的 所以他不是固定性 而是你熟悉 这个唱诵的节拍里头 如何能够融入到大众的音声 还要各个法器同时展现 你不会显得突兀 能够融入到里头 把各个的这个变化当中 再产生变化 听起来很悦耳很和谐 就这样而已 没什么窍门 窍门在哪多听多熏 然后去体会 这当下今天讲的变化 千百亿化生 所以我听了二三十年 跟我过去的音乐的细胞 学校的合唱等等一切 四五十年去感受 那你说打得好跟不好 其次只是你一种体会 透过中古 透过各个法器展现出来而已 所以这里谈到 这样一个一念的思量 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做到观自在 那就师父说 以智慧来善观因缘 那么那你的一念 就可以去成就因缘甲和和当下的妙相 还有它的妙有 有就是有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的体是什么 空极的 所以它这个有不叫真实存在 是不断变化的这个有 那不断变化的有就代表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的是什么认知 就是相 这个相也是在刹那变化当下 所以这里说 既然称善必定根十相 清净心来相应 如果你变成财色明十岁 叫做地狱的五条根 叫财色明十岁 那势必跟什么分别心 贪染心来相应 那这时候就不是你的真心了 就落入到 弱入到世心或叫忘心 做什么 生死轮回的作用 所以读到这里你就该明白 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多重要 你要去觉察它 要觉知它 我目前是什么状况 而不是什么 睡着了 迷迷糊糊 什么 不知道耶 有吗 是这样吗 那你就完蛋了 你要明明白白 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虽然落入到世心 或者忘心在生死作用 这些也是什么 假象 所以叫做无相 表示什么 还很大的空间可以变化 所以你就不要把这个忘心世心 这个生死当作实际存在的法 好错误 所以你才有那一念去思量 往善的 就是跟实相是无相 是极灭的相应 相应之后 你接受世心 而且不再去做 世心产生的忘分别计较 当下就转变了 所以当下你的忘心 就是真心在使作用了 所以这里在讲 你起心动念多重要啊 你要把握得清楚明白啊 不要迷迷糊糊的 过了一生啊 那师父谈到 你看我刚才讲 变化是不是真性实 你看古鲁师父说明怎么样 变化不一定单只是好的或坏的 好的是指我们相应到真实的智慧 但是你若相应到忘心 同样这个人啊 那一念相应到忘心 就变成生死流转 你觉得妙妙 同样这个人啊 相应到忘心 就让你去生死流转 因为忘心当下产生 这个世心 就忘世去分别 我比你好耶 啊你真好 我要跟着你等等 这都叫忘心 就让你生死流转了 啊同样这一个人 他相应到好的说 啊一切法呢是真平等 因为是缘起所生的 所以我要把好好的这个缘啊 要去创造好的缘 让世间的人生活的更美满 更和谐更安定 那就相应到这个实相的法 就不会认为说我跟他有什么对立的差别 啊会把说我把我生命所有好的去帮助人家的 这个就注入到好的因缘 那好的缘以后呢 每个人都就这么相应 那大家的心是不是都是往最好的 这样方式来帮助人家的这样情形 发出这个心念 然后实际行动做出来 世间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所以这个变化不是单止一个好的又坏的 然后再回到 生死流转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你想想看我们生死流转多久 你可能都忘记 那师父现在借着佛经佛陀所讲 用他的方式来跟我们说给我们听 你看我们生死流转 为什么叫不可思议 我这一生变成人 那可能下一辈子变成畜生啊 或者你可能变成天女耶 或是你要做那个魔王Push 都有可能哦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叫做不可思议 这叫变化 我叫做生机蓬勃黯然 啊到处充满生机 哪是什么都死成没有变化 他就是这样骂我 真实我看到的 我听到了感受到的 诶 你不知道你听到那个话 那个样子 那个一切已经在变化变化 你都看不到 你说对 他就是对我这样 我确实感受到 那是真实的 诶 你看看哦 看到了没有 你当下那一个起心动念变成这样子 你受苦了 别人跟着你受苦了耶 还有外在的这环境的花草 听到他们两个在吵架 啊 那花草就说 啊 今天很不准 觉得心里受到伤害了 所以他在做什么 做光合作用的时候做得不顺 这我猜的啦 他吸收到阳光 那雨水在做光合作用 但是突然介入一个圆 这一对我不认识的 这边吵架骂来骂去 他那个声波的产生的波段 然后呢 这样波段呢 到了这个花草接收到了 他说就呜 被电大的好恐怖啊 哦 哦 怎么样 这是我在做自己的说明 你们听听就好了啦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就要放音乐给乳牛 他们听产生的奶更多耶 然后这样的音乐 给那些温室里的花草 或者照顾什么明花明草之类 长得更美耶 他们这样用物理的去方式 来去了解这些的植物耶 我们眼睛没有感受到 以为就不是这样子 就把它当作实际存在啦 所以你看哦 啊 师父说的确是一下子 你为什么一下子 你就是说一念思念到二世 你不就变成龙神 还等你下辈子变成畜生 才叫做变化这个生 你看师父讲的多好 你看哦 他为什么说的确是一下子 心本来就是瞬息万变 从无穷的宇宙来说 一起的生命真的太短了 非常的短 那个短到什么 一下子投出投没 这样来的让你了解说 对哦 宇宙那么大 我自己这样的生命 从过往一直轮回到现在 那现在又轮回到未来 那根本就是无法比你说 叫做一下子投出投没 那你看我刚才讲到是后面这里 只要你掉入思量 你一个起心动力 当下就是变化 就是千百亿化身了 为什么 思量二世化为地狱 思量三世化成天 毒害他人就变成龙蛇 真的 所有法法经理的讲的这个 观世音菩萨普门病里头谈到 黑风吹齐船坊 飘落到罗刹的鬼国 你看看 罗刹鬼国就是指我们的 贪嗔嫉妒的处所 叫罗刹鬼国 干嘛这些真权夺利 而黑风就指我们的一念无名 远离了这个清净心 所以变成黑妈妈一片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他再变化 看成什么 他就是固定的 那个人真实不好 为什么他伤害到一个真实的我 所以这叫做什么 黑妈妈就叫无名 看不到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自己都是不但刹那 刹那刹那快速的变化 但是你通通说没看到 就代表没有变化 代表他实际存在的这个人 这个话 这个态度 而来伤害到有个真实我的这个存在 你看 问题就这样来造成生死轮回了 所以你离开清净心 没有智慧观照 马上从你看 善人本来一念而善 但因为这个念也是空性 所以才能从一念善人变成轻面獠牙 你看多快速 我师父说得真好 确实 你在静坐的时候才知道 哎哟好可怕 那个奇心动静念身念灭 念身念灭 念身念灭 好快速啊 你心愿安定才知道佛经里头讲 一个人的念头有九十次 这一念哦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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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速 九十次的变化 你深了禅定才知道 哇 这么的精彩啊 变化这么快速啊 怎麼平常我都不知道呢 不知道不打緊還把你所看到的 真實啊 他就是對我好啊 所以我要多接近他呀 真實啊 那個人就很差距 我要遠離他 甚至我要對他做什麼 你看是不是自己在傷害自己了 我們又通通不知道才更可怕 好休息10分鐘 沒有發覺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讀經文 師父這樣的一種 絕躁力很強 藉由他的經驗來告訴我們 我們常常都是做這種的 是傷害別人的 自己進入到羅剎鬼國 但是都不知道 都說不是我的問題 但是我們師父就說 當念到普門品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觀察 如果我們指著在字上面的意裡 為何念觀音的時候 刀斷 枷鎖也斷 師父說如果有這樣的感應 就能夠斷 那每個人都去做壞事好了 都可以做啊 只要那時候你念得起觀世音菩薩 那個圖刀要刑傷你的人 筷子手 馬上刀就斷了 那套住你身體的脖子上的枷鎖 也可以自動的解開 那不是我可以幹盡所有壞事 反正觀世音菩薩會來救我 如果你按照這樣來看待這個經文 這樣的方式思維 正確嗎 師父在問我們 那從另一方面來講 說 如果這樣子我趕快念 阿觀世音菩薩沒有感應到我 那菩薩是騙我們的嗎 那 這裡又進一步的再反問 難道菩薩佛菩薩通通騙我們嗎 那如果不是騙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念了觀世音菩薩以後 刀尋斷斷壞 有沒有我們都在讀這個 本門瓶都唱得很好聽 世尊沒有相忌 我今從問筆等等 很會念很會唱 但都不去了解你妹的意涵 而去做什麼文詩修的詩 在說什麼 所以師父呢 又在點醒我們 很多學佛不是往真正的法性 就是空性 而實相也是空性 上面去了解 你所緣的 就是你所接觸到的 一切都是落在身心 需求裡頭 這就叫顛倒了 欲求什麼 最大的利益 以滿足自己無史以來的貪稱吃 這樣怎麼能夠成就呢 那問問你們 為什麼 那個刀 叫做斷了 枷鎖也斷了 你們看過一些影片吧 或是一些刑事訴訟 或許有一個什麼 突入一個外利的圓 對他來講是祝圓 也可能他術士的善根 這時候呢 產生作用了 而得到一個有利的證人 包括證據等等 而即使送達到 他要被處死的那一刹那之前 而發生的 這種情況不就那個刀 下不去 頭砍不斷就刀斷了嗎 等等這一切 或是有什麼 種種的這些 平常我們很難遇到的 這個姻緣狀況 而這個人 他的術士善根 還有姻緣 好的姻緣對他來講 具足了 就有可能 讓刀斷枷鎖也斷了 所以這總是什麼 要人去行善念 行善事 才有術士善根 在那裡 臨死那一刻 還沒有執行之前 都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不是佛菩薩在騙我們 而要以你實時保持你的覺知 讓你的覺醒發揮作用 所以讀到經典說有這樣的事 但是你不是著在文字上去做 無謂的 這樣一個貪欲的求呢 都不是真正能夠跟法 也就是你的生命的清淨圓滿 無法相應的 所以在這裡 師父就在告訴我們 我們要檢討 自己 學佛的心 是跟什麼相應 你看看 是跟消弭病痛 就消災免耐相應 佛陀我禮拜你 我供養你 所做的一切 我就是要消弭病痛 或者說 我現在要開悟 我現在要求什麼 等等這一切 你去問你的心 學佛的心跟什麼相應 還是跟了生托子 亦或所求如願 剛才我講那一堆的所求如願 你的心是發什麼心啊 如果自己的心都跟貪嗔痴相應 那就是跟諸法實相違背了 這就是無明的作祟 而這樣的行為 身心的行為叫顛倒 怎麼修都不可能成功 經典不是這樣教我們 而自己卻偏偏怎麼樣 斷章取義 而往這裡去 錯誤的方向去 以為是這樣 獨龍、地獄 我們看到這個像 就找在像上 若知道獨龍的像 當下就是無像 遇地獄的像 也是當下的無像 因為他們的實性就是空極 所以這樣的空極 所以這樣的空極 你就不會說 啊我趕快要求什麼什麼 有這些真實的災難 啊我趕快要怎麼求佛事 菩薩感應 讓我能夠馬上消除遠離他 所以呢我們不早在向上 同時怎麼樣 知道他的體性是空極 所以你就可以怎麼樣 像破佛出血 破壞和和生團的這個佛頭的堂地 提波達多 他在地獄啊 因他出佛生血 又破壞生團的和和啊 所以他到了地獄的 去受這個苦果 但是人家是菩薩再來顯示 要來警惕我們 不要造這個忤逆罪 而來到地獄去受苦 他是菩薩獻來的表演給我們看 說不可以作惡啊 不可以作忤逆啊 殺父啊 殺母啊 出佛生邪啊 殺阿羅漢啊 或破壞和和生團 這五種呢 你就是非常嚴重的罪業啊 一定要到地獄去受苦果的 他是菩薩再來 現這樣來警惕我們 不能夠造下這個惡的夜陰 你不造作沒有這個陰 怎麼會到地獄這個苦果存在呢 所以提波達多視線在地獄 樂的像什麼三禪天 三禪天另外名字就定身 叫什麼离喜妙樂定 是非常維繫的這種的樂 充遍一切 提波達多說在地獄如同三禪天 他需要出來嗎 所以這裡在說明說 真正修行要到達智慧的地步 地獄的火就不再是火 火的像也是什麼 然後極滅 因為火像的性質就是空性 就是極滅 師父指這個地質也非常好 那我們一念遠離了真相 遠離了實相的真心 那掉入到分別計較 就已經是進入到地獄的 浴火焚身 以及什麼還有煩惱火 浴火是在煩惱裡面 但煩惱的火有很多種的 而發作的面向而產生的火 所以還是有不同 佛法處處要我們往心內去觀照 如果你在鑿在向上的分別 那你當下就生死流轉 也就是往在往外面看的 不好的或好的 這一切把當作實際存在 那你不會往心內去觀照 真實的有我在觀看 要去追逐這些東西嗎? 佛法說無我耶 然後當你能夠相信到無我 是極滅的時候 你再去觀看這些世間的一切 原來也是一樣 都是法性 都是極滅 都是空性的 這時候你明白以後 你就不會再去做追逐了 追逐造成生死的流轉的業因 就不可得了 不存在了 所以佛法的用意 要我們時刻見法 見什麼法? 緣起法 緣起法是什麼? 當體空 當體空就是能夠成就一切萬法 叫色空不二 色當下就是空 空當下能夠成就一切色 叫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而濃縮就是色空 沒有對立 叫色空不二 因此 我們照見諸法的十相 十義 才能夠與法得自在 否則就是被相所綁 綁得很辛苦 一下到天堂 一下到地獄 一下怎麼樣 一下怎麼樣 哎呀 變來變去 是你自己在變的 你的為心所造 為事所現 多厲害 那才叫不可思議 那 但若以思量善事就化為天堂是好的 其實是什麼? 心也是掉在善惡分別 我們的師父在這裡把關 你說我思量好的啊 那個思量好也是著相 著相的話也是什麼? 就不是你的真心 不是你的親近心 真心是代表一切的相都平等 既然平等 你就不要分這個善法 這個惡法 就有不一樣的東西對不對? 啊什麼叫平等? 沒有真實這個相的差別 你是看到的是 元其的假相的這個法 每一個都是假相的法 那有何區別呢? 所以它的叫做 統一的一個史相叫做無相 才叫真平等 那你獨害就變成龍蛇 慈悲化為菩薩 智慧稱作善戒 善戒是什麼? 比較相應於空極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那個善戒是什麼? 就是色戒無色戒 色戒呢 他們禪定的功夫好 心都常常以安定在喜樂的受用 對我們玉界的什麼? 男女玉啊 隱石玉啊 種種的慾望越來越淡薄 為什麼你知道? 他的身體啊 色身就變 維繫的變質 變什麼質? 更輕 更殊勝 不殊勝的意思是 肚子餓得要死 或這個想要的東西 一大堆很多 那很累啊 他的身體已經變得很維繫的 很輕鬆的 所以他對這個飲食欲 男女欲越來越少了 為什麼? 他吃的什麼東西 殘月為食 聽過嗎? 我們不是說法喜充滿 殘月為食 什麼意思? 殘月為食就是在色戒 他們所受用的禪定啊 就是他們要吃的東西 身心 清安 安定 美好 清涼 受樂啊 那需要這些飲食跟男女 都不需要 他叫做自給自主 叫法喜 叫做殘月 所以他們這個欲望沒那麼的多 要去照這個一念往二世 就機會少了啊 就像在淨土裡頭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機會給你七情六欲 去發作啊 沒得啊 都跟什麼諸大善人聚在一處啊 你拿來的這些問題發作 沒有機會啊 所以這叫上戒 為什麼上戒是這樣 他們殘定安定心 起分別 跟慾望要貪相應的就少了 少太多了 而且他們有什麼給他們 支持住 依撐住 就是成定啊 所以呢 他們 對這樣的欲望 分別性越來越少 就容易 跟一切法的本來的性質 叫實性 或叫實相 就是空極 那於是就化為下方 因為越低級的 就像比如說畜生類的啊 他就沒有這個智慧的產生了 就又很薄弱啊 就是這樣的一種行為呢 所以越低級越愚痴 那這裡來說明什麼 可見 自性就是空性 它可以什麼樣 涵容的變化 就成為萬法 多不多啊 很多啊 你以為空就什麼都沒有錯誤 就自性就是空性 變化甚多呀 所以你沒有深入經障 以為佛法講的空 就是很消極的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啊 不是啦 世代說明 所成立的這些東西 都剎那在變化 變化後 他本來也就沒有這個法 是因為要因跟原 而且完全具足 這個法才會產生 那產生這個法的當下 他當下本身又一直在變化 所以才叫做無相 才叫做空性 那這裡就 果禄師傅舉出 楞嚴經就這麼說 自明自己的身心 直至 就包括一切三合大地 通通是怎麼樣 顯示妙明真心 中所顯發流露出來的物 不管是自己啊 或你的家人啊 或者這個國家 或者一切的三川一切 都是從我們妙明真心 所顯化出來的物 的東西 物就是東西 包括人 那這就是說都是妙明真心 所顯現的 而妙明真心 就清淨心 又叫做什麼自信 只是迷人不能行 絕 所以才會常常起了一個惡念 來做出什麼 惡事 然後呢 受這個惡道的苦果 苦報 那佛法就尊貴在這裡 後面這句話 你過往已經在惡道 過去了 你要怎麼樣 回一念善 你修行就保現在一念善 智慧就生了 你就知道 剛才我所絕照 所感覺到都是什麼 不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回一念善是什麼 起幻智的絕照 因為智也沒有實際可得 叫幻智 用完了就不存在了 所以幻智 那幻智有什麼作用 絕照 絕照說一切都原生法 沒有實際可得的像 都是極滅的 所以這樣才叫回一念善 來了知現在已經掉落到惡裡了 必須要藉著善來對智 所以那一念的那個 這一個的新的作用就叫幻智 因為它產生的對智了 所以是說我不要再惡裡面了 一直在那邊輪回 算是苦了 我對不起自己了 所以你要處理這個生死 那這時候的叫做幻智產生作用了 這個幻智有什麼作用呢 以幻淺幻 智也不可得幻 你的這樣分別心產生的分 這些的善惡好好的像 也是什麼 也叫虛幻沒有真實存在的 所以你看以幻淺幻 你知道這個修行法門 佛陀在哪個地方講的嗎 圓絕經 就是第二章 普賢菩薩 來請佛教導我們的以幻淺幻 然後這個以幻淺幻又進步說什麼呢 來說明的真心是什麼 不假修正是沒有方便的 是不需要見次的 我們真心當下就圓滿 當下就清淨 人人具足的 所以圓絕經的前二章文書章普賢章 都是顯出我們的清淨心 人人都是具足 而且是跟佛一樣的圓滿 而且都是清淨的 都是擊滅的 所以叫做什麼 當下直指人心 不需要方便 方便就要各種的方法來使用 因為你本來就具足了 還要使用什麼方法來 才能夠用得到 才能夠發揮出來嗎 所以也不用堅持 這就厲害了 知道我們的心多麼不可思議 那現在進入到唐老師針對前面那一段 六祖大師講的 這個三生理的化身 這樣的一念的思量 而產生了種種的變化 所以唐老師舉出《楞潔經》 很難讀的《楞潔經》 說到化佛者 化佛就剛前面講的什麼 千百億化身佛 那這裡就是說為化佛者 談到化佛 這一個你們的內涵 在說什麼 師、戒、忍、精靜、禪定 及心的智慧 這就相當於這個六種波羅蜜了 他雖然沒有講度 度就是智慧的意思 而智慧的意思就是 觀照到一切法的法性是極滅是空性的 那這裡談到這個六個方面 這個六度或叫六波羅蜜 何以能夠說成度或破洛蜜呢 因為他這裡談到離 遠離的陰 陰就是羅神大師翻譯的 指我們的心的智慧 清淨心的智慧沒有作用了 被煩惱給覆蓋住 所以他把這個翻譯成 陰 陰是哪五陰 五陰就是色陰、受陰、想陰、行陰、示陰 就代表我們生理心理而構成的這個叫做人 所以你看人有沒有實際存在 他是透過生理心理組合而成 那組合而成就知道這個人本來就沒有實際存在 好在這個從合而成去觀察 身理這個身體在新陳代謝變化很大 然後這個心理你的受陰一下苦一下熱 一下以後不苦不樂 也都一直要變化 那你的想陰呢 哇更是複雜千變萬化 想的複雜的多的不得了 你行陰呢 你每天都在行陰 都是在變化當中 你從這裡走到那裡 一下子要睡覺 一下子要站起來 一下子要去拜佛 一下子要打坐 一下子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好多好多 那試陰呢 試陰就是你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就可以分別出什麼 每天接觸的都是有試陰的作用 所以你看 心理層面變化這麼大 身理也變化這麼大 你說這個兩個變化大 就叫那個人嗎 那個人是代表一個 這樣的一個在做說明 他沒有說這個人叫實際存在 說我好討厭那個人 你看 那個人又沒有實際存在 不知道你在討厭哪一個 那個人身上的哪一個 因為他身上的每一個 都在變化 說是不是啊 你說人 你說人 生出來那個叫人 是你 到現在 四五十歲六十歲 是你 到底哪一個嘛 所以 這裡談到 說這個化佛 再說這個六度 來呢 遠離五陰 那包括遠離這個戒 十八戒 那十八啊 我們的六根啊 生命的這個活動的身心 的六根 還有什麼面對外面所接觸的境界叫六境 當接觸當下會產生六種事的認知啊 加起來叫十八戒 說你看十八戒是我們生命活動的範疇啊 是啊 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 鼻子聞到的 舌頭嗅到的 然後身體接觸到 還有心裡的種種的想法的意啊 意跟呢 這個法成多到不得了 你看 這些的問題 然後這樣子的話 這個法產生的認知的掩飾 耳視鼻視舌視深視意識 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但是你知道 每一個法的自性就是空性 都一直在遠離 遠離就一直在變化 變成越來越少 越來到不見 不存在 轉化成另外一個法 所叫離喔 離就是遠離喔 遠離不是說我離開你啦 他的這個東西 當下就一直在做什麼 遠離他自己這個東西的主體 所以現在高倍顯微鏡 就在看這些你東西肉眼看不到 他裡面的分子結構 直子中子電子一直在圍繞 圍繞就是什麼 往出去跟進來的一直在變化 而變化都是原本的分子結構數量變少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還可以用對不對 還支撐得住 只是他的變化的數目 沒有少到他馬上瓦解了 所以你不能說我肉眼看不到 他叫做真實鞏固不變 不是 現在儀器就馬上破斥你的認知 你說怎麼會這樣 沒有什麼困難 因為智慧的關照 剛才講說智慧的關照就是什麼 不難喔 你高倍顯微鏡一照 確實不難 我的認知不會一直停留在那 他叫真實不變的 包括你的身體現在很清楚 新陳代謝 這個你都還可以接受 藉助科學 再相信佛你是真知者 在快三千年前 你就有這番的動勢的這種高強的能力 而現在要科學儀器 我猜了說 喔原來一切都是量子 你才覺得哇不可思議 好那剛才任潔經講到這個畫佛 而來說這個六度的運作使我們呢 不會貪著於五陰還有十八戒還有十二入 能夠解脫對這個視而產生相的種種分別 這只是二聖法喔 那十二入是哪十二入啊 六根對六層淨厲害 為什麼講入 入了以後就是讓你的產生的六視就偏頗了 然後修行呢 不讓他偏頗還給法的十項 都是要六根跟六層淨 入就是接觸 做產生的作用 所以產生的作用 你就不會一念往善或一念往惡 而知道一切都是極滅 這叫還法的十項 就是一切法信空當體空 所以修行也是從這裡下手喔 從生與意啊 那生與意當中去落實在六根滅對六位層淨 六個層淨的當下那一刹那的掩飾 還給諸法的十項 他是一個緣起的假象 他假象當下就是極滅的 所以你不要迷惑 你就不會貪戀 也就不會去分別他好壞是非等種的一切 所以這裡說 什麼叫化佛 就是我們的智慧在產生作用的時候 就藉由佛的教我們的六度法門 而讓我們可以對我們生命 跟外在互相接觸的狀況之下 不迷惑 因為智慧在用 所以能夠離 離什麼五因 離什麼十八戒 離什麼十二入 也就是這些統稱一切 萬法萬物或叫宇宙吧 你都能夠明白他的真實的像是無像 才叫做實像 也就是你明白一切了 沒有所謂的貪稱吃的作祟了 所以這時候才叫解脫 所以這樣的解脫事 然後解脫事像 來明白他 佛陀說這修行才是二聖法 是小聖修行者 還不是叫菩薩修的法 厲害喔 你看喔 分得這麼細喔 才有五聖共法 有人聖 天聖 圓絕聖 身文聖 還叫菩薩聖 五種修行的方式呢 都要導歸你成佛 這條道路才叫做究竟圓滿 究竟解脫 那這裡談到 好 你能夠按照這個 這個雖然還沒有到 這個大聖的六度 但你也行了布施了 也受持了聖文戒了 也國德教法忍入了 那在法上用功也精進 也達到禪定 也智慧也開了 但是 這還是停留在二聖法 所以要怎麼樣 觀察見立 超外道見 超無色見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是只有停留在二聖的修行法 那觀察見立 唐老師後面瓜糊 所以任潔經講的觀察見立是什麼 自覺聖究竟差別向見立 菩薩做自行還有化他的方法 叫觀察見立 也就是呢 菩薩對面對不同的眾生 不同的國度 所有的一切 要去做六度萬恨的時候 而所呢 這樣的一個實踐之後的 這個叫做什麼 道走志 所以你要建立這個 相應到道總志 就是自覺聖 自覺就是自覺自物 本是具足的智慧 所以叫做自覺聖 然後呢 究竟呢 這一切的法 都是法法平等 所以這個差別向 都是婉然的假向 而就是實向 就是無向 所以你要這樣一一通過去認知 叫做建立喔 真正的實踐 相應以後才叫做建立 而我們稱為道總志 所以這樣叫做菩薩呢 自行化他 在化導 利益眾生的當下 也就是自己在行持的時候 才真正的成長了 而獲證了什麼道總志 道 就是很多的不同的眾生的根基 煩惱或他的資料都不同 包括環境的莊嚴的這個道的品類 也都是很多不同的 山還有核還有種種的莊嚴物 樓閣啊 庭台啊 還有種種一切都不一樣喔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在利益眾生還有莊嚴國土當下 就是在自行 讓自己真正的什麼 能夠呢 有成就 往佛道上真正的圓滿 究竟圓滿 所以他觀察建立這做什麼 就是要超外道見 認為心外有佛 超無色見 而有斷見長見 這都不是 沒有斷常的對立 一切法都是什麼 圓滿都是親近都是平等 所以呢 這裡舉出任切經 唐老師就是要說出這個 任切經理所說 跟六祖大師這裡 你談到的自性化身佛 化身佛種種智慧的妙用 但是這個妙用的自性是什麼 空性 空性是代表一切法 沒有來去沒有生命 才叫做法法真平等 才叫真清淨 因為空故沒有差別了 你在對立的分別 產生了種種的這些傷害 所以叫做清淨啊 沒這傷害就叫清淨啊 對立而言 其實也沒有什麼叫做清淨 不清淨的問題 遠離了清淨不清淨的對立 而不得已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清淨或叫圓滿 所以這裡就是唐老師 舉出釋迦牟尼佛講的任切經 跟後面成就的這個六祖大德 所說的法性都是如出一策 叫做法性的真相 叫做法性的真相原貌 所以唐老師說呢 與六祖所說自信化身佛 正可對讀 正可互訓 六祖自稱不識字 而於摩核不清淨 又能夠為他人通說 有什麼法華 涅槃 涅槃等等經的大義 裡面重要的這些精華 他都能夠為他人來宣說 可知上文 幾須廣學多文一句 早為自己道破 是非目不識盯者 所以唐老師呢 不疑六祖說 是呢 一大陡字這麼呢 而認識不了多少 而說他不是呢 目不識盯的 你看他呢 廣學多文 當他聽到客觀 在客棧裡頭 恭送金剛筋的時候 他悟了自己的真心 當他從南方 要到北方的湖北 去拜見五祖宏人大師的時候 這一路呢 他已經經過 有哪個地方在講金的 他一聽 從他的心性 自己的親近心的自信相應了 所以聽到有人講法華經 他就相應了 聽到涅槃經 聽到什麼任茄經 他就相應了 佛陀講的這些經 就是指你心性裡面的東西啊 那你不是說你不認的那個字 都是從你心境當中 所流露出來相應到的東西 所以唐老師要舉出 六祖大師怎麼會是目不識盯的呢 他如何不懂的字 沒有辦法去讀金本 卻可以為了人家說法華經 涅槃經還有涅槃經呢 這怎麼回事呢 因為是自己的心性 已經無有這些障礙的時候 自然就能夠顯發 在裡面經文所表達的 每一個法的真實的一種圓滿清淨 所以我們的唐老師 這樣做一個補助的說明 好沒關係 那我們看國獨師父來 為我們說明 唐老師所舉的這個 任切經裡面的內涵 任切經說話佛本身就是六度 剛才我講的六度有沒有 能夠使我們離開五陰十八戒十二入 離開你看並非真正的離開 是指什麼不執著 然後這個不執著我的解釋說 一切法他當下就是具足的是什麼 遠離就是這個自信就是空性 他一直在變化 變化只是他的像在變化 他的性質是不動的 因為是空的有什麼東西可以動 因為空故才有因緣合合的像 像的當下他本身不斷的在變化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本身在變化 就沒有一個實際存在的 所以你不會去貪戀執著他 那師父直接就說到那個裡面 你要達到讓你心開意見 就是說離就是指不執著 那不執著就是智慧的照明到這個法 本身是在千變萬化之下 所以你不會去貪戀他 所以你看這裡面還有奧妙處 師父就直接說不執著 那為什麼你能夠不執著 說不執著就這個不執著哪那麼簡單 就因為智慧造建了這個東西一直在變化 它的像它的功能或作用一直在變化 所以說每一個三個大地級身心都是五運合合 如何離開啊 到時你都還不肯離開呢 還離不開呢 離你看對師父就後面這講就我前面講 離是什麼 只能知道五相的五運是當下合合的 其體呢 它的體啊一個主體 主體就有真實這個東西啊 是不可得的 我剛才就講到這個 知道嗎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執著他 就是你智慧產生的功能啊 你才能夠離開他 你才能夠離開他 不被他所綁 綁不是他綁你 是你自己迷糊的 才把用這個東西綁住自己 所以了知了五運 當下是空極 不著相上 對啊 就這個相在變化 你才知道它是空性啊 那這個相在變化 你有什麼可以著得住呢 所以這樣不著相上就叫做離 魚相離相 師父一直講了很多是 魚這個相 看到這個人 看到這個四個物 離相 智慧的作用離相 因為它本身就是空極的 沒有真實存在的 所以陰界入 就是我們的身心 也包括三個大底 五運為陰 六根六成六四合起來十八戒 十二入就是我們六根對六成 或者呢 根或是 也可以說是四根成 所以你根跟成來組合成十二 或者根跟這個是 或者是跟成都可以叫十二入 這更廣泛的 我剛才講的那根成 這裡還可以組合成根跟是 或是跟成 入是什麼 兩者融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的作用叫入 所以修行就從這裡下手 眼睛面對到成的時候 就要還給他諸法的原相 是無相的 或者眼睛產生的這個掩飾 馬上就回應說 沒有一個苦受樂受 或不苦不樂受真實存在 因為你看到好的相 你就快樂啊 看到不好的相 你就痛苦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 沒有真實的苦受 也沒有樂受 也沒有不苦不樂的白日夢 也都不可得 都是空境 所以這個入啊 就是會產生這樣的作用 那就是你修行的下手處 所以是跟成也一樣 有意思喔 所以這個十二因緣裡頭 有沒有 無明這個知 這個緣啊 帶頭會怎麼樣 產生形 就種種的行為 種種的變化 就這裡的變化 這變化一念善一念惡 就來了 但無明呢 就把這個 往一念惡 那 縱使你往一念善 也是早相 也都是叫無明的範疇 所以才會一直衍生到 又輪迴的生老病死苦 心裡憂悲苦惱 佛陀說有這個生命的聚集的流轉 純粹的一個大苦的聚集 所以你還在說 哎呀真美好啊 我有溫暖的家庭啊 有孝順的兒女啊 有一個美滿的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業啊 或怎麼樣怎麼樣 都把它當真實的存在了 那你到時候呢 這個破滅了 美夢 碎了 那你不就苦到不行了嗎 那這裡Lence已經講到的 解脫事項分別 就是從事跟向上解脫 你看 解脫了什麼 解脫是個動詞 他的授詞就是解脫什麼 解脫事 演示啊 我要看漂亮的啊 耳朵要聽到稱讚我的啊 或你覺得很棒的音聲啊 欸 是不是解脫了這個像 還解脫了你認知的這個像的 好壞的這個認知的事 所以解脫事跟向 那你解脫事跟向 你就不再是分別好跟壞了 分別是指什麼 善分別 聽到什麼聲音明白 但他不會說 這個是我要的或討厭的 沒有這些後面再產生的 這些眾多的想念了 所以認知經裡頭說 解脫事跟向 就不會落入到 這樣錯誤的分別 所以師父就直接說 欸 這裡的認知經就告訴我們 從事上跟向上 你去認知到他 我說下手術就知道 欸 沒有一個真實的分別 對立存在 或從這個向 也是這樣去認知他 於向離向 那當下就解脫了 認知經就教我們從這裡解脫 不要看他的像就黏上去 然後認知到這個人 啊就好到不行 或是壞到很爛 都不要這樣 你就把自己綁了 我們要怎麼樣 解開他脫離他 所以要做什麼 於向離向 於是離是 好 那如果 那眾生往往是掉在是 掉在向 你看錯誤的分別裡頭 我要的啊 我討厭的啊等等啊 所以無法解脫 誰綁你 你自己困住自己 誰能綁你 不要說誰啦 任何一法都綁不了你 因為法法都是什麼 即滅的 所以法法都是一樣的 法法都是解脫的啊 所以說 事的當下 這時候就是真心了 照相以後才變成世心喔 所以呢 世心跟真心是同一個心 所以叫無惡啊 沒有差別啊 所以師父就講 所以不需要除掉世心 你要是把除掉就空掉 那你的心 就能夠發揮菩薩道的那些 沒有作用喔 你變成小勝解脫了 叫做什麼 灰 生 敏 智 他說我不要到三界六道輪迴了 我去 怎麼樣 我去受用我的涅槃 喜樂安穩 佛法說這不究竟 叫偏真涅槃 所以你看喔 你把世心除掉 就是空掉了 只是小勝解脫 師父厲害 講到這裡喔 因為你心的功能作用 要來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你發揮不出來了 叫做灰身 你把這個身體 不在三界六道跟眾生來成長 因為你要成長什麼 你的道種智啊 菩薩的道種智啊 你失去的機緣啊 叫做灰身 叫做敏智 灰身就不在三界六道輪迴 敏智就是你心 清淨心種種的道種智去利益眾生 所開發出來的智慧 你讓他沒有機緣去開發了 這叫灰身敏智 所以師父說你把世心空掉了 除掉了 就空掉了 那你只是到小勝解脫 還不究竟 我們要怎麼樣 於相離相 像菩薩看到眾生的相 不會對眾生產生了好壞的分別 這叫於相離相喔 所以他沒有分別 才會真正教好他 認識自己 而要去怎麼樣 離苦得樂 而且究竟要從菩薩到成佛 這個才叫究竟的得樂 菩薩跟就這麼厲害喔 他的化倒眾生的資良圓滿 就是變成就當下成就佛陀國位了 所以這裡啊 你不能像小勝那樣以小為主 要怎麼樣 於相離相 就是菩薩所做的 所以什麼 人有相 人有眾生 然後他對眾生的大悲愛 他是相應到 這個 一切法的空性 也就是他使用幻智來教導眾生 叫幻的眾生 沒有實際一個法可得 我在做菩薩 有一個眾生被幫忙 都怎麼樣 極滅的 不可得的 所以這樣才叫余相離相 但是也沒有說 不理眾生了 沒有 人有相 而這個相是什麼 假相 所以極切經講說離世 離相的分別 才是真正的解脫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過果如師父的說明 說離相 你就 意思說遠離他 遠離他 你要果如師父怎麼講 他這個遠離是有別於 二聖的修行人 所以把出相了 空調不是 離相離相 人有相 人有眾生 所以他 菩薩是什麼 流 禍 潤 身 這個禍 不是一般眾生 或二聖的那個謎 或不是 教導眾生的十八般五義 還沒有學會 什麼叫沒有學會 沒有眾生 你跟他接觸 你哪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 你不知道問題哪裡 你就沒有學到那個方法 就是那個法門 沒有成就 那你就不能幫助他 也就是因為有眾生 才有那樣的問題 讓你知道了 然後你真正的法門學好了 你才能夠真正幫助到他 而這方面 你還沒有成就 所以叫做禍 所以他是他的願心 願力 說這個要幫助眾生 種種的十八般五義 我還沒有完成 所以叫流禍 叫做什麼 沉沙禍 有這麼多的眾生 那麼多的問題 通通不一樣 所以叫做沉沙那麼多的禍 不是他不明白去造業 不生死輪迴 不是喔 這叫道走制 在內的眾生 用什麼樣的法門 另外的眾生 就不同的法門 通通能夠幫助他們 讓他們離苦得樂 而且往成佛的道路開展 所以菩薩叫流禍 潤 潤就讓他能夠推動 到三界的欲界 色界、五色界 這所有的眾生 他能夠潤身 來幫助他們 往佛道進展 厲害 所以菩薩不畏了 辛勞 菩薩害怕這個因 決心的因 你不能夠去掌握住 去利益眾生 而眾生都已經生死受苦很久 他就只害怕結果 這個不要我就好 反正我沒有殺人放火 我這樣過一生就好了 他不知道 你親近的佛性 這麼大的寶藏 你竟然不敢跟他相認 每天就過得迷迷糊糊 浮糊沉沉的這樣一輩子 而且不是這輩子 下輩子一直的輪迴都是這樣 那多可憐 所以任潔經告訴我們 解脫事跟相 產生的錯誤分別 才叫做真正的解脫 所以國路師傅講這裡解脫相 他解釋很好 是餘相離相 他不怕這個相 但是他有這個相 能夠去幫助這個相 他不會死在這個相 這就真功夫了 他說你看 色不迷人 人自迷之 對不對 你說我害怕嗎 眼睛把它捂住嗎 那我耳朵把它眼起來 我聽不到看不到 以為叫天下太平 是嗎 普少做到什麼 不僅是留下慧 那都還三角貓的功夫 要餘相離相 而且人有相 所以有一個 老兒上修行的功夫 應該你們聽過這個故事吧 他已經做到呢 枯木搞灰啊 那個老婆子供養他三年以上了 要來試探他的功夫 叫他那個漂亮美少女的孫女去端供養給這個師父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結果這個師父當時 他這個美少女呢 坐在懷中的時候 他說一點感覺都沒有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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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留下慧還要厲害 結果孫女跟奶奶說 那個那個和尚修行是這樣 噢他奶奶很生氣 唉就心忡忡的 一把火就弄毛盆給燒了 就不值得我供養 法哪是這樣 那這個 經過這樣一個視線 這個修行人也是一很大的根性 馬上就自我的反省檢討 為什麼我這樣的功夫 被這個老婆子 認為是不恰當的 一把火就燒光了 然後自己檢討就跟老婆子拍胸膜說 你再给我三年的时间 再来考验我的光复如何 说了就 转头就走了 经过真的三年之后不久 又来到这个老婆子的面前 那老婆子知道了 他们之间的约定了 那个从事伎俩 这另外一个小孙女 也是漂亮的不行 再去送供养给那个师父 结果这个师父呢 自己修正之下 所谓正德的法的空性 极灭并不是什么死成的 什么都没有的 那个空性 不是 而他这时候就跟孙女说 这事情的发生是你知道 我知道 不可以被他人来知道的这事情 也就是你 我抱在你怀里的那个感受 只有你知道我知道 不是他人可以明白的 他正要去跟他奶奶讲 他奶奶高兴 他不得了 这和尚有成就了 真正正悟到法的实相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抱在怀里的美少女 是温暖的 是嫩又非常的一种柔软的韧性 你明白 但是你有没有起的欲星 没有 于这个相 清清楚楚 但你的心 是不被他捆绑 叫离相 但是仍然知道有这相的绝受 厉害吧 就刚才讲 于相 离相 人有相 所以这老婆只肯定他了 他没有白费的浪费 这些所有一切的供养 这个出家人 让他有所成就 所以这段是很有名的这个公案 你知啊 我知代表什么 唯有自证 自悟 才知道什么回事 由佛菩萨口中大德 历代诸主大德口中 所说出来都不是你的境界 你不要像鹦鹉学义说 啊这怎么样怎么样 把别人证悟的境界 当作是你自己的 来骗别人 对不起 开过的明眼人 开过眼叫明眼人 不被你欺瞒的 说你知啊 我知啊 不为他人可以知道的 所以只要自己去证悟 所以证悟就论且基因叫做什么 自觉慎智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里要进一步说明 刚才果罗师傅说 为什么说那个只是二圣的 这样一个解脱 不叫究竟解脱 这里说明 二圣人认得空性慧 了知一切法皆是空极 而我们本身也具足着 无我的空性慧 只是这时候 我们还不会用它 所以呢 你还在迷糊 还在认为一切法有实际存在 那这时候呢 二圣呢 二圣不是二圣 二圣人正的空性慧 了知一切法 它的体跟性 性子就是空极的 那空极的作用 它可以产生什么 体相用 那这个体呢 每个法的体都不一样 产生因为它产生的相会不一样 所叫做 各个主体 有它的各自的性质 但是不管 每个法的体 有它自己的自性 但是这个自性就是什么 以无自性 为其自性 也就是空性 所以呢 这个空性呢 所以让产生法的体相用 才有什么因缘和合 就产生了 每个法各自具足的 这个体相用 那相你是看得到 它长得什么样子啊 用呢 它有什么功能或作用 你都可以受用到 但是对于那个体 是无形无相空性的 你却无法认知到 那怎么认知它 从相跟用的变化当下 才知道说 哦 既然是变化 这个东西就有一天会消失掉 所以说它的体叫做什么 当体空 就这个意思了 然后你说 这个东西消灭 就真实不见了吗 哎 它又变成了 像直能互换 变成另外一个法了 所以说不叫断灭的 因此佛法在经典 各个经典都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也就是色空 是一体的 没有对立的 而且呢 我们的智慧 就是这两方面的智慧 都要具足 那这里呢 二世能了知一切法是空即 所以人的苦啊 空啊 无常无我 确实能够 正悟咯 就是感受 作为人的苦 你才有出离的苦啊 那你知道的苦呢 也是怎么样 在这个 种种的变化当下 只是你 没有完全掌握 变化的当下 是真实的空极 那你也感受那 法的一个现象真理 是无我的 无常的 你这时候 真正自己 去证悟的当下 才让我们不执着 在自己的身心 然后身心的造作 导致种种的生死 这时候 他智慧开了 相应到一切法 身心生死 包括一切法 都是当体空即的 所以这样子就是什么 解脱 像跟式的分别 而这时候 他正的偏真 就是不究竟的涅槃 所以呢 他对的 这个法的真相 以人来说呢 就有苦啊 空啊 无常无我 其实包括一切法 一切法 没有向人去感受苦 所以做人的好处在这里 他有觉知 有觉性 所以因为苦 你才要处理苦啊 没有苦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 多好啊 明天快乐啊 逍遥啊 想干什么 就做什么 哎 就因为人 能够觉知到苦 才有出离心 出离什么 出离生死轮回苦 这样的心就叫出离心 那你看这些 气势间的三个大地 他能够知苦吗 说做人就是这么殊胜的地方 好那你看大圣菩萨 是观察与建立 怎么观察建立 用智慧的观察 观察什么 照见 一切法本来就是空极 叫本质空极 然后本质空极才能够产生妙油 所以你也不掉落到断面 说没有 然后你这个油又是怎么样 相应到一切法的是当体空 所以你看 知道性空又能够缘起种种的妙法 而妙法当下就是什么 性空 所以叫不二的 那了解证悟到这些 有什么好处啊 能够做到什么 能够建立种种法门 来接引众生 因为众生的盲点 或每个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必须要什么 建立种种法门 那接引众生当下 要做什么呢 进入诸法的实相 观察跟建立 所谓了解诸法实相 是来照见五云皆空 所以呢 建立 这里讲建立 你就知道空即是社 社即是空 空不一社 社不一空 所以你面对众生 就是这样状况啊 包括你要庄严这个国土 说要 这个方面的政治界 跟你实际的操作 都要契合 说要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而且在社 不同的社当中呢 你不要给他归类 说这真实的差异 是社不一空的 都是缘起法 所以社不一空 那因为缘起法的空性 才能够产生的各个因缘 当下就有什么 不同的 种种的这些的 万法万象 产生出来 叫做空不一社 所以你也讲说 既然社即是空就好 为什么还有一个社不一空呢 这里面的转折 有很大的维系 不同处 还是有别 这就是你的智慧 能够逐到这么个维系 叫做说很微妙 很奥妙 不可思议 所以你讲社即是空 当下不就好 为什么还要社不一空呢 所以因此当下就有种种三个大地 与空花水月道场要去建立 所以众生无边 但是怎么样 食物众生可度 但又是怎么样 那人有相就是不舍任何一个众生 这个就叫建立 所以师父讲说 建立就是智慧的在这样一个 的照明的作用 然后又是要在利益众生当下去落实 所以这就是建立 所以大神菩萨什么样 智慧的观照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建立 才能够帮助到众生 才真实有效 而不是像尼菩萨 过得僵就融化了 就自身难救了 你还有什么 种种建立法门来接引众生 你就做不来了 所以佛陀呢 建立种种的法门从哪里 六度有没有 戒定会三门 包括到什么 忍入精进 就是这个禅定智慧 六度万恨去 来接引众生 六祖大师以顿教法门 我师父这里说出来了 以顿教法门接引众生 以水颤的方式建立 你看为什么讲水颤 我们前面还没有读到 应该有颤悔法门有讲了 六祖讲了 而且颤悔法门相应到无相颂 你看水颤怎么来还记得 悟达国师 有没有 十四高僧 而回溯到一百年前 在东汉的时候 朝错原样 在哪一种呢 悟杀的情况 而放下了 这个心 放不下心中的怨恨 而追讨这个债 达了一百年以上 所以变成悟达国师 脚上伸疮 人面疮有嘴 有牙 有眼睛 而来这样伤害悟达国师 要报了这个 十四以前的仇恨 冤仇 所以这个就要忏悔 那最后能够忏除 这个人面疮的消失 用什么 三昧 三昧的水 定跟慧 这水才能够让 这个人面疮的冤恨 才能够世仇解冤 放下来了 那个人面疮才消除 但这当下承受的苦 那个误达国师 是无法我们用言语 来做说明的 痛不欲生 但是自己的业 自己要承当 就是如此 承当当下 你不要再去造 起心动念的业因 业因不存在 哪来的业果 丑暴呢 说佛法真的非常实际 有效的 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明白 去实践在你的身心 的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所以呢 师父讲得真好 六祖大师以顿教法门 接引大众 以水灿的方式建立 讲到水灿 你就听得比较懂 你总拜过吧 听过吧 那即使忏悔门 打坐也是 所以呢 打坐总不是忏悔 你心静下来才知道 我那时候怎么对人家 说那种话 怎么能那种脸色给别人 或自己的身体的一种 很粗暴 故意来去伤害别人 你心静下来 打坐就是让你呢 放下一些陈老 来面对观看自己 这一天来 或是过往做了什么 或是在法门上用功 一直能让心安定 就觉醒的能力就越来越强 我今天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如此 我应该去跟人家道歉 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要实际去做 所以打坐的时候 就能够行 持这个忏悔的心 而真正的去跟人家 道歉 说声对不起 然后不要再犯 伤害别人 这样同样的情形 再产生 你看 师父说的真的很对 因为他都自己亲历过 而我这样肯定 我也是这样 有受用到他所讲的这一些 所以呢 不可舍掉任何福德 你看 你这些呢 所做为别人好 这一切都是福德 但是你要福德 能够相应到功德 就是说 没有我在做这些事情 真实存在的人 也没有对方的 你这个人 叫永远不变 也没有我所做的这个事 叫真实的功德 可以得到 全部都放下 这时候的福德 就变成智慧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发心精进 把自己的时间 能力精进 去做布施 这就是什么 建立了 你看 我们今天 举行生活减压禅 一位禅重的 一开始来 就在跟我们义工菩萨讲 说我要来当义工 我的时间在礼拜三跟礼拜五 看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电脑不会 我可以学 我看到也很高兴 还住在永和 要来北投 少收捷运公车 还他自己 至少三班的转换 我以前就回我们救大厂教书 都花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单趟 人家就这么发心 这就是建立 你的能力 你的时间布施出来 或是你的金钱的布施 那天就突然有人 他常常在供养 都固定一万块 突然那天给我们的注重 说这一万块 常注两万块给长征法师 我心里想 为什么说是我呢 不都是常注的吗 但心里还是感恩他 知道有这样的人 去做他的布施 这样的建立 希望引导他这个建立的福德 能够转向功德 无 布施的人 没有受施的这个人 也没有布施的这个钱财 叫真实存在 无所欲求贪求 无所求的心 来相应 相应金刚金角 福德 即非福德 乃是福德 这福德就是信空了 而当下 就是你内在的功德的受用 知道了吗 多好用啊 所以你明白 佛特经典所讲的每一句 都已经说得这么透底 透彻透底 我们还是什么 我做不到 你把那个东西真实的困难 就是做不到 因为智慧没用 智慧以后说不难 你就不会说 我怎么办 所以你看 果徒师傅说的真精彩 你建立以后 不会掉入到建立项里头 为什么 因为有真正智慧做观察 所以任前经说什么 你要观察与建立 有没有 对啊 所以 知道这都是如梦幻泡影 如入亦如电 佛虽讲经 说法四十九年 但是却到自己 实无所说 什么意思 连一个字都没有说 却留下三藏十二部经典 所以说建立 你看 当下又做到不建立 刚才我金刚经讲 所有都讲金刚经 是建立 乃 即什么不建立 而叫做是建立 所以禅宗说建山不是山 之后才说建山即是山 神的意思 你看禅宗都是佛陀的教法经典 都内化实证到生命 不是湖中 不是智利一个主师爷 我了不起 我跟佛一样 我发明了 发现这个真理 错误 按照佛陀的教法 按照佛陀的教法 是透过有佛注释的时候 听到佛法 而去证悟的感恩 佛恩 原觉不需要佛的时候 他会从自然界里头 去观察十二因缘 而证悟了自己的亲近心 只不过 那所证悟的 所受用的涅槃 还叫做偏真 不叫就近的涅槃 唯有佛所成就的 才叫做就近涅槃 所以师父 果徒师父讲 建立当下又是不建立 因为观察到诸法空极 可知 观察与建立都做到了 就是做到什么 还诸法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讲什么 既是空极 又怎么样 涵容一切的变化 所以要涅即是空 空即是涅 那才是诸法的本来面貌 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接着看 前面就是谈到 这一个画佛 也就是我们的 樱花生的智慧 透过六度 而让我们远离 自己的身心 外在的一切 的这个三合大地 的这样的一个年幅 当下就解脱室跟解脱象 而又能够观察 智慧观察 而建立的 种种的对世间有帮助的 这样子去 承受友情严禁国土 所以仍且已经叫做自觉圣 那这里师父说 应该是自觉圣制 因为经文里头 有自觉圣制 所以这我讲说 就成就了 菩萨的这个道种制 所以自觉 师父说自觉圣 应该是自觉圣制 自己觉察到圣 圣就是什么 察觉到朋友 每位众生朋友的亲近 所以此制呢 就能够做到什么 建立的究竟 为什么讲究竟 你在建立这么多差别 像他究竟的是什么 是极灭的 是空性的 那极灭的空性呢 是要我们去做什么 建立差别 就种种的差别像 才能够让他什么 圆满呈现出来 所以这两个向上 都要建都要成立 所以究竟就是一切诸法空极 那差别这婉然有的假象 所以此制 我们刚才前面讲幻制 此制就是建立究竟像 而且要建立差别像 究竟像一切法是无像 那无像呢 才有这么多的 种种差别像 所以心经才说 色空 是不二的 或假如说 建立究竟像 什么意思 缘起是性空的 缘起法 每个法当体是空 就是这里的究竟像 那这个空是怎么样 空才能够做出这个空 而性空才能够缘起一切的成立 差别像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具足 才叫真正的诸法实相 也就是菩萨凭借此 而智慧的妙用 知道一切法是空性 空性含荣缘起一切的法 所以菩萨呢 以此呢 来度化众生 那进一步说明 观察就是究竟了知 一切诸法的实相 那建立呢 就是善知诸法呢 像的种种的差别 还有种种的功能 为的是什么 以像种种不同法门 来接引不同的众生 那就是要差别了 而不是说 全部都一样 都是无像 都空极 错误 因为你相应到 究竟法是空性 叫做无心 没有所求的心 叫平等的心 去接引众生 才叫恰恰用 那用的是什么呢 恰恰无 没有我叫这号人物 叫菩萨了不起 No 有没有这个可怜的众生 我在帮助他 无 那有没有我做这个事情 功德叫成佛果 不 所以 这才叫做什么 才叫做观察 而建立 为的是接引 种种无量无边的众生 因此这样的作为 叫做什么 菩萨的自行化他法 你要能够自行做到 智慧相应到一切法的空性 是极灭的 而你要必须这样极灭 又能够走出去 度化众生 不会治了汗 我帮助自己解脱就好 不够 一定要走出去 叫做化他 所以这样化他怎么做 慈悲 智慧 来接引众生 所以这叫做什么 观察跟建立 你看任前经讲得这么清楚 然后这个就是建立 观察跟建立 就是要落实自行化他法 那还要做什么 你这样做还可以挡得住 外道来踢管 因为你做了什么 超外道界 超无色界 超越外道的见解 也超越了无色界 无色界就是断见跟常见 一个就是有 叫灵魂永远不变 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都不存在了 那就叫什么断见 而佛法是超越 超越什么 无 色就是有 超越无 跟色的这两个见解 也就是超越无就是断见 色就是指什么 这个常见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是 那个三界里头的无色界 错误 他这里无跟色 只是空 跟有 的这样的一个意涵 也就是来指断见跟常见 好 那 这里的 所以这里谈到 与六祖大师讲的 自信化身佛 正可 对读护训 表示 任且今所讲的化佛 就是指 六祖大师这里谈到 千百亿化身佛 六祖常说自己不识字 除了隐正 摩赫波勒 波勒经以外 也引用了许多的经典 有关法华 涅槃 任且等等 经典的内容 那虽无经文文字 却都相应到他所讲述里头 所以呢 与这些经文印海完全相应 所见性的人 虽不会应用这些文字 但听闻以后怎样 就能够相应到实法 照样可以表达圣 圣的毅力 你看 好 那 你不明白 你用不出 你自己本质 清静心 可以做出这么的 这些的作为 所以你要怎么样 广学多文 才知道 佛陀说 我们人人本质具足佛性 你才知道 我也具足 我怎么不会用 每天都活在这个不自在 甚至痛苦烦恼里头 还想如何是好 难道就要这样过一生了吗 还自理心中 心中还很纳闷 读到经典里头讲 佛陀为一大事因缘 在法华经 就是为了 为众生来开示 误入每位众生 都具有佛的 这个知见 都跟佛一样 是智慧 慈悲 喜乐 功德 无量无边的 读了以后 你才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广学多文 才能够深入佛的智慧 才知道 我也有这样的智慧 我也有这样的功德 只是要透过佛陀所 讲正确的方法 用政治见来做检查 检查的时候 把关以后 我就能够把功德 把智慧 把慈悲 真正的运用出来 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事 每一个物 生命真是踏实 实在美好 你才可以知道 佛真感恩你 这里广学多文 就是出自 五分法身相 有没有 六祖大师前面在讲的 五分法身相里头的解脱之见 解脱之见 你就是知其所以然 你知其所以说 我为什么要做生命 因为你的造作的业力 而在因缘和合里头就有满业 引业 满业就已知呢 你要到哪一道 六道轮回的这个满业 已经具足了 那引业呢 引到你是善业 要到什么 三善道 那二业呢 你满的满业 做的二业满了 就往引业 就引导你到三二道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读的经典 什么叫因缘果报 我不是从石头缝里面 蹦出来的 我自己造的业 形成的满业跟引业 就会的 我三善道 道的人道 去找到我的父母 原来我的因缘果报 是这么来的 所以读的经典以后 自己要去修正了以后 你就知道 六祖大师讲的 五分法身相里头的解脱之见 知其所以然 所以你就不迷迷糊糊的 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的生命 怎么把生命的美好 去布施供养 所有一切的人事物 这才是成佛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你要学到生命的所有的东西 都开发美好出来 你才能够去帮助众生嘛 所以为什么感恩众生 因为有众生 才让我认知到 我很多的不足 我认很多的缺陷 因为我想帮他 我帮不到 我不会啊 所以他得不到 生命困顿的解除啊 所以为什么需要菩萨 因为有众生 才有菩萨 才有佛 所以佛菩萨 都很感恩众生 众生不是只有 有情生命 包括一切三个大地 都叫众多因缘和合而生的 这个法或这个东西 都是可以成就 佛菩萨里面 所含藏的智慧 由种子变成怎么样 实际的作为 来利益世间所有的一切 所以感恩众生 那感恩众生 知道怎么去做 怎么帮助到众生的过程 以后可以成为教导别人 这个叫做解脱知见乡 好 那提出的这个 他那是讲的广学多文 相应到六祖大师所讲的五分法生香 那这里又举出了谁啊 涅槃经有一位善心比丘 你知道善心比丘是谁吗 前面的那个出佛生邪 进入到地狱道 他还说像三勒的离喜妙乐定那么殊胜 那个谁啊 提婆达多 按照那个范文音词之后 Dava的提婆达多 他另外一个意义 就他的意思里面翻译出 叫善心 善心的特是什么 他对这个 读诵经典 佛陀讲的十二种体材的经 叫做十二部经 他能够背诵的 非常的娴熟 烂透了 而那样这样的一种 很熟识的方式 而让他获得四禅 叫舍念清静 所以善心就这里讲的 为什么叫善心 善于分别三藏十二部经 正的四禅的境地 然而因多放异故 断诸善根而退失 后最后堕入到地狱 为什么 断诸善根退失 他要跟佛抢佛的领导位置 说他从山上滚落那个石头 后来一个小石头扎到佛的脚拇指 而流一些血 叫出佛生血 又破坏了和和 生团的和和他要争领导权 鼓动了谁 贫泼杀了王的儿子 叫阿瑟士王 而来破坏这个生团 阿瑟士王又去把他父亲软禁 活活活饿死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佛陀的两大 护持者其中一个王 失去了一个王护持 佛陀至少一千两百五十个人的生团 吃什么 那梅德斯怎么用功办到 所以这就破和和生团 你看善心 所以他是善心 结果因为什么要放异 没有把佛陀所讲的 你们的经文真正的去证悟 而素式的二根显现了 他就让他放异 结果断诸善根而退失了 善于分辨三长之二不经 所以最后倒入到地狱 善心比丘对三长之二不经 典中的质疑都了解 但无法相应到自己的真心实相 你看 你了解再多 不是跟你生命实证相应的 还是没用 他就会很了不起 你看佛陀讲我都知道 你们有谁比我更清楚 有用吗 佛陀讲的实相 你没有供高我慢 不会自以为了不起 这才是跟你的清净心相应 读的经典就是帮助你放下 你认为有自我了不起 或放下种种的什么 自私这一切都是怎么样 都是我去完成的 这个就是要读经典以后 就是要消融才相应要什么叫 无我 而无我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根本智慧叫空性慧 一切缘其法当体空 人人我们具足这个根本智 根本智去知道什么东西 一切法当体空即 所以叫无我空性慧 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 而二圣者就是证悟到他 但他证悟到的 他认为有个真实的正德的涅槃境界 认为这个烦恼的像实际存在 所以认为一个实际的智慧要去断除烦恼 把所有的一切当作实际存有的像 透过一层一层的怎么样 除掉这些像而证得的智慧 都把它当作实际法 而究竟的佛法说 无相空即 所以这叫大圣而产生就是这样 所以才有法法经的化成品 要引导二圣修行者从解脱生死烦恼 不够走向什么 菩萨道成佛的 要干嘛才能够成佛 利益众生 从要请六度万恨 才要无量法门要学 为什么 无量的众生 无量众生代表什么 无尽的烦恼 就是这样 这叫大圣菩萨道 结果呢 他听了这么多 也背上的很好 也都明白了 但是没有去实证他 所以他长得骄傲的 佛陀说法给他听 他的未来或过往 他的父亲 对他的出生多残忍了 多次要把这个生疏的baby 从高楼丢下去 死不了 把他放在一个摇篮 放在盒中 让他给鱼儿吃 鱼儿放到肚子里头 结果呢 可能在娃娃大叫 渔夫把这个鱼吊起来 把鱼打开 怎么看到一个baby 小娃娃在里面 又把他救出来 你看多次都不死 从高空 最多下来的时候 三大脚母 不是小母子 小手指 那这个善心比丘 这因为 这偏于这些的禅定 而开发出的神通 献这个像给阿萨斯王 你看 你爸爸当初对你都不仁 你对他有意做什么 说他是你父亲 结果他都是伤害你 就不用怂恿他 为的是什么 让他的财力 软禁他父亲 活活把饿死 而不护持着佛陀的僧团 那这样僧团是不是 为了四处要去脱坡 就分奔离析 那这样他争夺的佛陀 这个领导地位 是不是更有可能 这个就是破活生团 出佛生血 就是下地狱 而不知这位的提佛达多 是菩萨示现来给我们 所以佛陀在法华经 就有这一品 叫提佛达多品 说他感恩提佛达多 来成就他 成就佛 过往的生命 他要不是世界的一个仙人 而为他说着因缘所顺法 当体即是空 空故能够成就一切法 而佛陀因此 而生起的大勇猛 成佛这个道路 他感恩这一位仙人 就是提佛达多 来成就他 难忍 难忍 难行 难行 真的是了不起 说你看到这个 出佛生邪 破活生藤 就是地狱 就是该死 这怎么样 佛陀的眼界 这个天眼 可以看到还有宿命 知道过往 一切的因缘果报的变化 他都知道是如幻假象 他不会说 这辈子还破坏他 他就是怎么样 没有 反而能够塑及过往 所帮助他成就 佛道的这个人 他无比的感恩 你看看我们 我们恨不得掐死他 还诅咒他不得怎么样 伏及他的家人 都要诅咒 受到最不好的伤害 你看 佛陀的那个智慧 跟心量 跟所有一切 我们就是怎么 要这样去学习效仿 所以你看 这个提普达多 他听了佛陀讲 他不用心去领受 叫做充耳不闻 当然不了解佛法中的 一字 一句一记的含义 即使获得产生 反而产生邪见 正所谓 一闻解字 三世佛冤 离经一句 集同摩收记下来 你说 我说的怎么样 佛陀讲的法的真理不是这样 你这时候就是魔说了 那你一闻解字 不知道里面所修行实证的内涵 你没有实证他 然后死人牙拓 别人佛陀怎么说 就是我说的 师父怎么教 就是怎么说 三世佛冤 佛哪是这样教你的 过去的佛不这么教 现在的佛也不会 未来的佛更不是如此 所以叫三世佛冤 我真的很感恩大家 感恩这个地方 有让我学习到法里面的 让我一次一次的 放下我的知见 我的见解 能够跟法的实相 不断的去相应 也谢谢你们 也谢谢网路上的同学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下礼拜六 我们再来看 这个六组前面就讲到三生议题 他就有种名 太好了 真的是很感恩大家 读得好欢喜 好欢喜 一同来回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礼佛三问讯一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感恩师长教导问讯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